第1891章老朽刚才说了什么 数日之后 林霄几人 终于来到了白地谷的最边缘势力范围 白云城 这白云城 倒也是鲜明 城墙是由白色的石块铺成的 上面也有着密密麻麻的划痕 城池足有方圆百里 是一座不小的城池 周围与黑云城一般 都是光秃秃的地面 连杂草都没有 地面上还有数不清的细小身影 很显然 这白云城 也遭到过巨羽族的攻击 林霄五人 将须天凤一收起来后 收敛着气息 低调地进入到了白云城内 这白云城对人族 也是极为友好 丝毫没有阻拦 进入白云城后 林霄五人 直接前往城主府 此时 城主府门前 有守卫站立 林霄上前 对着守卫拱了拱手 客气地说道 几位前辈 我们想求见城主 那些守卫上下打量了一番 其中有一人问道 你们可有请柬 或者家门推荐 没有 不过 我们是半步五地 修为实力 还请通报 林霄直接说道 毕竟城主府也不是大街 每个人来了 都要接待的话 那城主府可就要承接到了 这些守卫奉命看守 是他们的职业 林霄也没有为难对方 直接道出了修为实力 否则的话 没有身份 没有推荐又如此年轻 对方定然不会让进 说着 林霄还看向了修罗屠夫 毕竟 他自己的修为 还没有真正达到半步五地境界 而修罗屠夫这数日的时间 上市也恢复了过来 如今已是彻底成为了一名半步五地强者 修罗屠夫自然也明白林霄的意思 身上有一缕强大的气息散发了出来 笼罩在了几名守卫身上 这些守卫心头纷纷一颤 他们虽然修为不算太高 但基本的见识还是有的 如此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半步五地境界 这背后 极有可能都是五地强者 或者是巨大的家族 否则的话 不可能培养出这么年轻的半步五地来 而那威压 令得他们肉身都仿佛要被压碎了一般 太过可怕了 修罗屠夫也仅仅是释放了一刹那的时间 收敛了气息后 其中一名守卫连忙道 几位稍等 我这便前去通报 说吧 那守卫急匆匆冲进去了城主府 没太久的时间 一名身穿白不衣的老者 大步向城主府外走来 这白不衣老者 头发苍白 双目惺忪 满脸皱纹 其面色有些灰黑 维雨间更是有着一条黑线 仿佛是从棺材里跳出来一般 据林霄判断 这老者 可能都活了六七百岁了 有种日薄西山之感 而其身上所穿的白不衣 倒是颇向校衣 不知道几位小友前来 白某有失远迎 那白不衣老者连忙说道 前辈客气了 我们有些事 想叨扰前辈 林霄说道 几位 里面请 那白不衣老者道 林霄点头 五人便是随着白不衣老者 进入到了城主府内 几位小友 不知道是从何而来 白不衣老者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们第一次出山 传颂阵出现了问题 刚好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我们想借白云城的传颂阵西行 我们会出丹药和灵石 还请前辈行个方便 林霄直接说道 毕竟这是白地谷的外围 距离青帝山势力范围不算太远 如果青帝来了 哪怕是白帝的地盘 也乃之不得 他们必须要快速远离 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 那就只能用墙了 至于开启传颂阵 有没有足够的丹药 林霄心中也没底 他的丹药灵石几乎耗尽 只能靠胡越几人的收藏 如果不够的话 只能靠城主府的救济了 我文言 那白不衣老者微微诧异 思索了一番 然后回答道 既然几位出丹药灵石 那这传颂阵 开启也无妨 刚好 最近有不少人想要前去传颂阵 另一处的安郎城 城主府需要开启一次传颂阵 你们刚好可以凑丹药 临时一桶前去 那便谢过前辈了 林霄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白不衣老者说道 今日天色已晚 几位便在府上休息吧 明日 我派人召集准备前往安郎城 多谢前辈 林霄行了行礼 白不衣老者当即把林霄五人 朝着城主府的宾客院落走去 途中 白不衣老者看了看林霄五人 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最终却没有开口 见得白不衣老者欲言又止的模样 林霄微微愣了愣 开口道 不知道前辈有何指教 前辈但说无妨 既然如此 老朽就冒昧了 白不衣老者这才说道 五位小友 想来也打算去一趟鬼哭牙吧 鬼哭牙 林霄几人一阵错愣 完全不知道 鬼哭牙是什么地方 鬼哭牙最近出现天地异象 传闻可能会有大惊人现身 以己为的伸手 不去一趟的话 必然不甘心 那白不衣老者还以为林霄几人之小鬼哭牙 不由提醒说道 不过 那个地方 真的太恐怖了 数百年前 出现过一次变动 恐怖 太恐怖了 那里 说这道 这白不衣老者有些语无伦刺了起来 脸上露着浓浓的惊恐之色 然后 他整个人仿佛触动了什么一般 脸上顿时又露出迷茫之色 随即又有些茫然的对着林霄几人道 老朽刚才说了什么 林霄五人 这到底什么情况 刚说到这 怎么就发懵了 莫非 那个地方 像是吞天灵地些记忆一样 凡是进入之后 被抹去了记忆 或者 拥有莫名之力 连说都不能说出来 前辈刚才说鬼哭牙 很恐怖 林霄提醒道 对 鬼哭牙 那个地方 很恐怖 几位千万不要去 数百年前 那个地方 说到这 满是惊恐的白布医老者又露出了漠然之色 老朽刚才说了什么 白布医老者又有些茫然的说道 林霄五人 那地方 似乎是一个大恐怖之地啊 把这白布医老者吓得 连说起那个地方都一副恐慌的模样 而一提起 就忘记了 前辈说 要带我们去府上休息 明日召集人马前往安郎城 林霄说道 他可不能再提起鬼哭牙了 否则的话 这白布医老者可能会一直循环下去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老了 记性不好 几位随老朽来 白布医老者说着 带着林霄五人 继续前往城主府客房院落 途中 白布医老者又露出预言又止的犹豫之色 林霄没有开口 这白布医老者最终也没有开口 随后 林霄五人 便被安排到了一座院落之内 这座院落 也颇为豪华 里面假山水池应有尽有 还有数座房楼 纵几人进入客院之后 那白布医老者便是退了出去 你们觉不觉得 这老头子有些古怪 望着那白布医老者离开后 林霄不由问道 很古怪 我感觉 他是个死人 这时 风渊开口道 第1892章长蛇杀人 什么 林霄几人不由吓了一跳 那名白布医老者 是一个死人 这怎么可能 你有没有看错 蓝木林也皱眉问道 可能不是 死人的话 应该没法这样活着 但 我能够感觉到 他身上有死气 可能 活不了多久了 风渊说道 那 这城主府 我们是住 还是不住 纠罗屠夫则是问道 对于什么死人活人 他可不怕 就担心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出现 他应该对我们没有恶意 而且 他也只是准地修为 应该不会威胁到我们 风渊说道 林霄几人点头 也赞同风渊的说法 管他死人活人 在绝对力量面前 也闹不出什么花样来 而这老者 应该也不可能是五帝强者 否则的话 青帝白帝 恐怕就不会让对方守在这里了 对方也不可能甘心 臣服青帝白帝 那鬼哭牙 又会是什么地方 这老者一提到那个地方 似乎都要忘记 胡悦问道 或许 与鬼有关的地方 风渊推测道 与鬼有关 林霄一阵诧异 鬼是什么 与鬼有关 风渊又怎么知道 呃 见得一群人的模样 风渊尴尬的笑了笑 道鬼 就像那名鬼女一样 世人死后 有特殊的诡异活着 比如说尸体生灵 器官生灵 或者其他的情况 总之 鬼之说 便是各种无法解释的诡异 实际上 风渊所有隐瞒 并没有说全 林霄几人 也只当风渊所说了 那 那鬼哭牙 我们去还是不去 蓝木林问道 既然有机缘出现 必然会有生路 再说 富贵险中求 如果我建议不去 你们应该也按捺不住吧 风渊似是而非的说道 这话好理解 但是风渊的表情 林霄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他都搞不清楚 风渊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 才会让他生出那种古怪的感觉 既然有机缘 那我们便去看一看吧 林霄最终也开口道 以他们的力量 只要不出现五地力量 应该不至于让他们陨落的地步 而上次他遇到绝命鬼女之时 因为体内天眼的缘故 那鬼女似乎对他没办法 而这鬼哭牙 若真是有鬼 那也有可能会畏惧天眼 这一夜 林霄几人都保持着戒备 不过 一夜过去 并没有什么事情出现 待得次日清晨之时 城主府便派人前来邀请林霄五人 前往城主府内一处广场位置 这个广场位置 实际上是一处震坛 此时 已是有大量人马不断赶来 人数 都已经达到了数千人 这些人 很显然都是准备前往安郎城的 再前来的人马 都纷纷将相应的丹药临时财富 交给了城主府 城主府已经喊出了每个人所需的数量 林霄几人的开销 便大大减少了 这震坛 足有方圆千丈 与林霄曾经见过的震坛倒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进入到了震坛之后 那白布依依老者取出了钥匙 其眉宇间 闪过了一道黑气 道 各位 保重 说吧 他开启传送阵 一道光芒 将林霄等数千人笼罩住 而后将他们冲入到了空间隧道之中 中州大陆 一名准地强者 和三名半步五地强者 带着一群五圣人马 来到了天机圣地的位置 这个地方 正是打探而来的 那名交面人把亲地打了回去 他们便找来这里 欲把那个势力的人马 全部趁机铲除 他们也不相信 对方还能出个五地强者 而戴德接近天机圣地 他们远远便见到 整片地区 阴气浩荡 黑气滚滚 遮天蔽日 一片黑暗 哪怕是艳阳之下 都如同夜晚 有种阴森森之感 接近那黑暗阴森区域外围 一群人都不禁停止了下来 他们的目光 都看向了那黑暗阴森区域内 里面 有着一根根舌头一般的东西 四处飞舞 就如同有鱼在水中流动一般 那黑暗区域如同鱼油之水 眼前的一幕 让德清第三势力的一群人马 顿时都心计了起来 哪怕他们实力再强 也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地方 太过古怪了 然而下一刻 一群人头皮闸开 寒毛利时就直立了起来 一股极度恐怖的气息 忽然从那黑暗笼罩的区域中席卷而来 速退 那名准地老者大喝了起来 整个人以最快的速度 向后暴退而去 其余的半部武帝和武圣强者 也揭露出了惊骇之色 连忙向外暴退 诗 这时 一根舌头 忽然从黑暗笼罩的区域内 伸长暴射了出来 速度奇快无比 瞬间就击射在了速度最慢的武圣强者身上 直接将其身体冻穿 定死在虚空中 而那根舌头 还继续伸长 弯曲着接连洞穿在了附近飞行的其他武圣强者 速度之快 一下子就洞穿了所有的武圣强者 然后 击射到了一名半部武帝强者身后 什么 那名半部武帝脸色大变 连忙回头一箭斩出 斩在了那舌头上 不过 那舌头很柔韧 根本无法斩断 舌头瞬间便刺到了他背后 自他背后穿入 自胸前穿出 鲜血喷洒长空 那半部武帝强者的身体 被定穿在了虚空中 攻击 速度更快一些的准地牢者大喝了起来 连忙施展出绝强的力量 攻击像了那诡异的长蛇 旁边的两名半部武帝 也连忙施展出自己必生最强的攻击 轰 轰 轰 然而 那些力量轰击在那长蛇上 也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那长蛇 仍旧继续向前动射 直至将三人的身体都动穿 连那名准地强者 都不例外 古界前来的这一批人马 全部陨落 那长蛇一收缩 将一群人的尸体 也都带回到了天机阵魔塔上方 那方圆万里黑暗笼罩的区域内 而紧接着 无数长短不一的蛇头 从四处冲飞而出 仿佛一条条五谷的长鱼一般 开始缠绕向了那些尸体 开始稀释了起来 外围一处地方 有人看到了黑暗区域外围有强者 被长蛇洞穿身体 惊慌地向远处暴掠而去 天机阵魔塔 还有长蛇诡异的消息 开始向外扩散了开来 第1893张鬼枯牙 古界 一座城池内 一处树林中间的上方 一道空间隧道之门出现 数千人马 从里面冲了出来 林霄五人 便在其中 在镇坛旁边 有着一个各强者守卫 不过 这些出来之人 也知道这里是白地谷的地盘 不敢造次 有序地离开了城主府 然后出城 前往鬼枯牙 林霄五人 也跟随着一群人前去 毕竟 他们也不知道 那个鬼枯牙在什么地方 而这一途中 与之前他们所见不同 这里 有着山脉 树木 而并非是先前那些光秃秃的地面 此地 应该没有去 以足出没 林霄也询问了周围同行的人群 得知这片区域已经深入白地谷大半的位置 去以足没敢闯进来造次 因此才有了这番场景 这鬼枯牙 如今也不再是神问隐秘的地方 除了从白云城前来这数千人马外 还有大量的人马也不断汇聚 飞越了数日之后 林霄几人 终于随着人马来到了一群人口中的鬼枯牙 这是一片山脉 确实有些特别 哪怕是焦阳照下 进入这片区域之后 便如同变成了月光 光滑并没有那么明亮 反而是一片惨白 而且 还散发着阴寒气息 一阵风吹过 让人有种阴森森之感 而这片山脉的一处 有着一座白石森森的山崖 白光到那里 显得有些凄凉 在整片区域的 随处都能够见到悠悠的灵活 而此时 大量的人马 已经聚集在这片区域 人数恐怕都有十数万人 简然 这鬼枯牙带来的动静不小 这么多人都前来了 这鬼枯牙 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确定有机缘要出现 林霄满是差异地道 听得林霄的话 旁边不远处 本来就立在虚空中的一名中年人扭过头来 见得胡跃等几人姿色不凡 便热情地向林霄说道 小兄弟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鬼枯牙 可是一处诡异之地 听说 时不时能够听到鬼的哭声 运气不好 甚至都有可能遇见鬼 还有人会莫名地死在这里 若不是这次有机缘出现 都不会有人进来这里 哦 这里 出现了天地异象 林霄问道 这诡异之事 他见过也不少 诸如邪恶之欲 不过要说机缘现实 一般都有天地异象 这跟下雨前出现黑云打雷差不多 听说一个月前 宝光照事 白昼颠倒 天地异象出现了七天七夜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来这里守着了 因此 才出现了这么多人 旁边那名中年人说道 原来如此 林霄了然 虽说机缘未必靠实力 但实力越强的人 得到机缘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这么多人 我们能不能分一杯羹 都是个问题 那中年人有感而发地 常看到 显然带着不甘和无奈 前辈说的是 不过 很多人哪怕知晓这个道理 恐怕也会不惜一切钱来试试运气吧 林霄回应道 那中年人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这也是修炼的意义 贪婪也好 好奇也罢 如果一个武者不去争抢各种机缘的话 恐怕也只能渐渐泯然于众了 更有可能 会死于别人的见下 林霄诧异 这中年人 想得倒是透彻 不过这次 如果没实力的话 看看就好 否则小命都会搭进去 中年人又摇了摇头说道 前辈说的是 林霄不置可否地说道 坚不说这十数万之重的人马 你看看那里 那个衣冠楚楚 屡貌非凡 气度惊天的白衣青年 中年人看林霄丝毫不在意他的话 不由得指了只远处一处虚空中的青年说道 那个是白帝两大清传弟子之一 白楚 是一名弟子天才 还未满三十 就达到了半步武帝修为 听说拥有准地的战力 这种人物在场 如果真有什么大机缘出现的话 除了屈指可数的准地抢者 其他人怎么可能抢得到 白帝清传的弟子 林霄一阵吃惊 连忙将目光朝着那白衣青年看了过去 弟子 便是将来很有希望成帝的天才人物 弟子天才 他也只听说胡越被称为弟子之名 还有一个与胡越齐名的佛子 这里 竟然也出现了一名弟子 不过 胡越也只是接受了五帝传承 而对方 还有真正的五帝清传 是一名弟子天才 到一点也不为过 见得林霄吃惊的模样 中年人心中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接着说道 这机缘出现 各个城池 无论是附庸白帝的势力 还是没有附庸白帝的势力 都来了这里 半步五帝恐怕都不少于二三十位 而这暗中 青帝山的人马 可能都藏于其中 这机缘一出现 若只是一桩机缘的话 其他人根本没份 林霄点了点头 若是宝物出现 全靠实力抢 若是功法五计等 可能跟个人天赋体制等特殊的原因有关 不过 哪怕是得到了 也要有实力活着离开才行 这修炼的争斗 便是如此 默约等了两日的时间 人数又汇聚来了七八万 都足有二三十万之众 这鬼哭牙的魅力 还当真不小 可能把无数地方的人马都吸引过来了 待得这一日子夜来临之时 此地 终于出现了动静 月光照在每个人身上 阵阵凉风刮起 让得在场的众人心中都有些发寒 眼前的白光场景 看起来有种莫名之感 月光仿佛都变得凄惨了起来 嗚嗚嗚仿佛有人哭泣的声音 从那一座白石山崖上传了过来 那声音似近似远又似无 让人琢磨不清具体在哪个位置 似在那白崖处 又如在耳边 这鬼哭牙 难道真还有鬼不成 有人惊疑道 管它有什么东西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个鬼 随便一击都能够将它湮灭了 有人道 鬼是没有 可能会出现什么诡异 小心一些 这么多高手在这里 除非有武帝的力量 否则也挡不了 人群低声议论了起来 林霄的目光 也注视像了那鬼哭牙 这种声音 她有些熟悉 有点像那绝命鬼女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令得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第1894张亡灵花 那白石鬼哭牙上 一道身影 顿时出现在了牙顶 那黑影 仿佛是一个战力的影子一般 没有实体 隐隐可以看透过去 在林霄这个方向 看到的 只是一个侧身 那黑影身躯修长 长发飞舞 不知男女 这黑影一出现 整片区域 顿时都阴冷了起来 她整个人站在那里 无形之中 又让人觉得 有种苍凉孤寂之感 呜呜呜那道黑影出现后 鬼哭之音更加响亮 更加真实了 而且 不仅是一道声音 似乎 有成千上万道 在所有人的周围传来 位置四近四远 呼近呼远 也不知道是具体什么位置 声音有男有女 阴森恐怖 听得令人阵阵头皮发麻 林霄和胡悦几人 神色都凝重了起来 尤其风渊 因为体内力量的缘故 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林霄几人并没有发现 风渊的眉宇间 已经开始变黑了起来 不仅是林霄几人 当场的所有人 都全神戒备了起来 那黑影和鬼哭之声 太善人了 让人生出了一种危险之感 诗 诗 然而下一刻 鬼哭之声 突然全部消失了 那道黑影 也顿时消失在了 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紧接着 鬼哭牙牙顶 顿时长出十朵透明之花 这透明之花 成筒状中形 仅有一尺多高 白色透明 其中似乎隐隐能量流转 仿佛聚集了 无尽的能量凝聚而成一般 又如同从地狱中常出来 周围寒气深深 王灵花 见得那十朵花 灵霄顿时露出了大惊之色 王灵花 有些类似于 她得到过的诗灵花 诗灵花是从强者尸体上 长出来的了 而王灵花 比诗灵花更为可怕 是无数死者死后的 阴气或者能量 聚集在了一起 酝酿生长出来的 秦城的条件更为苛刻 所蕴含的能量 更加恐怖 王灵花 花期极短 半月之内就会调灵 其成形也极快 瞬间就能够成熟 而王灵花 也是天然丹药般的天才地宝 可以直接炼化 至于药效 连吞天灵地记忆中 都没有明确 这可能跟形成的地方有关 不过 这王灵花 药力必然极为浩瀚 毕竟 是无数强者尸体挥发出来的 能量聚集出来的 以施灵花可能要强上千倍万倍 天才地宝出现了 这时 有人忍不住 顿时向那王灵花冲了过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那人动了以后 其他人都纷纷动身了 生怕被别人抢了先 哪怕 触碰那王灵花会有危险 秋 林霄也向前暴力而出 以她的速度 很快便是冲出了数百上千里 此时 最快的白楚几人 也都只冲到了那鬼哭牙数五六百外的位置 除了那白楚 还有十来名老者和另外两名青年 也从周围冲到了那个位置 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时朵王灵花 忽然从那崖顶 向着天际暴射而出 从那群冲进去的中间位置 向外暴掠 很显然 是林霄催动出了灵力 将那十朵王灵花控飞过来了 以她半步五地站立的灵力 控物的速度 也丝毫不下于半步五地的速度 而且那些人又对冲而去 一下子让德王灵花 从白楚和另一名准地老者中间反冲了过来 林控师 而这一刹那 那白楚和另两名青年 还有那群老者 以及周围无数人的目光 都朝着林霄看了过去 一股股冰冷的气息绽放而出 好像 吃不下这么多 林霄暗叹了一声 然后控制着五朵王灵花 向着五个方向击射而出 大量的准地半步五地高手 还有周围二三十万人马 若全部攻击过来 哪怕他们实力再强 也扛不住 他们五人 五朵王灵花也就够了 另外五朵 扔出了 哪怕不能引去全部人 但也能够分散大量的注意力 而且 还有些是向着白楚等人 那个方向暴力而去 毕竟距离更近 哪怕是白楚 肯定都先抢上一只再说 秋秋秋 果然 白楚朝着其中一朵冲了过去 另外两名强大的青年 也散发着半步五地的气息 冲向了另外两朵王灵花 还有那群半步五地准地老者 有些向那些王灵花冲去 有些向灵霄冲来 其他大量人马 都是朝着更靠近自己位置 扔去的灵花冲去 当然 朝着灵霄冲来的 还是有着大量的人马 而与此同时 灵霄也对冲而出 几乎眨眼的时间 便是与那王灵花对冲在了一起 接住这王灵花 灵霄瞬间便是将之收入到了 储物界当中 这王灵花虽然蕴含着大量的能量 但并没有溢出来 只是在承花之时 散发出过能量 承花之后 便不会再有能量溢出 因此 倒也不会出现让储物界炸毁的情况 而此时 胡越几人自然也没有闲着 胡越 南木林和修罗屠夫 已经冲到了灵霄的周围 只有风渊正了神 立在了原地 哼 你拿了东西 并不代表 你能够拿走 这时 白楚拿到了一朵王灵花之后 冷哼一声 顿时朝着灵霄暴力而出 手中常见一次 一道明亮的剑光 顿时向灵霄击射了过去 王灵花没有装入储物界 她还不好出手 以免毁掉王灵花 现在 王灵花几乎都进入了几人手中 便是动手的时候了 其余人 也纷纷攻击向了灵霄 以及胡越几人 师 师 灵霄毁灵 灵能催动而出 向着侧边方向冲涌而去 而她手中 一拳轰出 璀璨的逆乱元气 全盲横空而去 对轰在了纳白楚的剑光上 胡越 南木陵 修罗屠夫 也纷纷爆发出了强大的攻击 一股准地力量和两股半步武地力量 也向四方攻击而去 周围也有不少人出手 但 也并非所有人都朝着灵霄这边攻击 还有不少人 向拿到其他王灵花的人攻击而去 还有不少人 在远处 还未来的急攻击而来 还有一些人 还没有动手 有些人还打算做收鱼翁之力 第1895章魂去西江水黑 轰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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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轰猛的巨响爆发而出 白楚的准地力量 赫然被林霄的全盲轰溃了开来 滔天的气浪 向白楚所在的方向汹涌澎湃而去 将不少人都掀翻了出来 而另一边 毁灭能量 阻挡住了大量的力量 胡悦三人爆发出来的力量 与周围攻击而来的力量队轰在一起后 也爆发出来浩大的气浪 向两边冲涌而去 不少人被掀翻 整片区域 顿时就淹没在了滚滚的气浪之中 我去 他这么强大 远处 方才与林霄说话的中年人都惊呆了 连忙施展出强大的武胜力量 阻挡向外汹涌而来的波动 这只是外围 不过他仍旧被震飞了出去 那中年人不远处的风渊 泽立在原地 身上赫然冒出了滚滚黑气 对面 白楚一阵震惊 在三十以下 他自信 没有多少人能够与他抗衡 因为 他是弟子 然而 这突然冒出来的青年 一击 还能够击溃他的见光 而且 对方还是一名灵控师 拥有半部武帝战力的灵控师 还拥有灵能 除此之外 旁边那三名青年男女 也拥有半部武帝准地的力量 这些家伙是哪里冒出来的 怎么个个都如此强大 青帝山的人 白楚一边向前冲出 一边皱眉 他不是青帝山的人 一名青年的声音响起 一道身影 从另一侧 向着前方攻击而去 不过 他也被周围的半部武帝攻击 不得不迎击 速度缓慢了 你才是青帝山的人 白楚眉头一簇 这青年 也是半部武帝青年之一 战力也达到了准地级别 对方如此肯定 那么 此人 定然就是青帝山的天才 如果他没猜测 可能如同他一样 是青帝的青传弟子 不过 对方也没有再回应 此时 也有人向白楚攻击而来 乱战开始 浩大的气浪接连爆发 向着四面八方 汹涌澎湃 实力弱的人 不断被波及 直接冲死 或者掀翻了出去 林霄这边 已经取出虚天凤意 一边施展出力量 一边踏了上去 而此时 他们赫然才发现 风渊并没有在其中 风渊 走了 林霄连忙大喊道 来了 风渊的声音传来 不过 风渊这语气 很是凝重 有些不像是 在说要冲过来的意思 呜呜呜 就在这个时候 无数的鬼哭之声 再次响了起来 那鬼哭之声 仿佛在所有人中为一般 一股莫名的惊悚和危机之感 在所有人的心中生出 这让得一群人都不得不停止了下来 准备将力量应对那鬼哭带来的危机 不过 他们停守了好一会儿的时间 也并没有特殊的情况出现 中为那战斗的能量 也渐渐散去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动 因此那些准备抢亡灵花的人 也没有急着动手 因此此时 那鬼哭之声还在继续 而且越来越阴森恐怖 越来越真实 浓浓的不安之感 在所有人心中涌动 稀奇 稀奇 真稀奇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阴森沙哑而无力的声音 突然间不知道在哪里响起来的 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这声音不知男女 极为圣人 仿佛不是人发出来的一般 让得所有人浑身上下寒毛直立了起来 而这时 鬼哭牙上 那一道修长的黑影 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在场的众人 皆心神聚颤了起来 那道黑影 竟然能够说话 说出这么恐怖圣人的声音来 天地溺乱兮活人兮 化为鬼魂兮有死灵 沙哑音森的声音再次响起 那黑影在鬼哭牙顶摆动起了手 似招手 又似挥手 在牙顶回来挥动着 而这个时候 令得所有人心惊胆寒的事情出现了 他们在场的所有人 竟然动不了了 哪怕半步五地 准地也是一样 仿佛被什么禁锢住了一般 此时 哪怕灵霄 神色顿时都凝重无比 以他现在的力量 竟然也无法动弹 这地方 果然有大恐怖 而此时 在众人不注意之中 风渊身上 已是有黑气弥漫了出来 其双目变得漆黑了起来 凝望着那鬼哭牙牙顶的黑影 魂来西河及 魂去西江水黑 悠悠的阴森恐怖鬼音叹息声响起 黑影挥手招手之中 那牙顶 忽然有一条万丈宽的黑水流淌了出来 从牙顶到地面 流淌成了一条黑江 黑江流淌而过 不知道流向多少里 向天际流淌而去 这黑江太宽了 林霄几人 都势力在那黑江上方 折指船 折指船 折指指船进明河 阴森恐怖的圣人鬼声再次响起 那宽阔的黑江源头 有一艘艘鬼船出现 流淌在了江面上 那船只 是由一具具人形骷髅骨堆砌而成的 船上的风帆 都是一张张人皮接连而成 而在那鬼船上 还有站立着一具具黑影 那些黑影 也如同先前那个黑影一般 如同影子 没有实体 隐隐能够看透过去 那些黑影能够看得透过去的面旁 正在面向着众人 望着黑江上的每一个人 在场的众人 头皮阵阵发麻 肝胆剧烈 这场景 也实在太恐怖了 千里谷 万里湿 和林林 横谷悠悠 不得生 伴随着又一道鬼声响起 林霄便是见到 那些黑影之中 有着他见过的面孔 那个刚才跟他说话的中年人 面孔一模一样 只不过 其身体 是一道像影子一般的黑影 而紧接着 在他视线之中 立在前方的其他面孔 也接连出现在了一艘艘的鬼船上 正在看着他们这边 前方那些人的身体 接连向下方的黑江掉落而去 砸入黑江中 什么 他 他们 怎么会在鬼船上 还有我 我怎么也在鬼船上 不 这时 有人惊恐地喊出声来 那是一名大雷捷舞圣强者 不过喊出来一会儿之后 声音就停止了下来 其整个身体 便是掉落到了那黑江内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怎么会在鬼船上 救我 救 不 一阵阵惊恐的声音接连响了起来 虽然他们身体难以动弹了 但是 还能够发出声音 见得前方的场景 一群人纷纷惊喊了起来 因为 他们在鬼船上看到了自己熟悉的面孔 看到了他们的族人 朋友 还看到了自己 也看到了前方虚空中的人 一个个地掉落向了黑江内 声飞声 死飞死 千魂万鬼走音明 悠悠的鬼声 再次想了起来 此时 那崖顶上的黑影 也已经消失 然后 出现在了一松数十丈宽的鬼船上 其面孔 面对着所有人 无论在哪个方向 都是正面面对着那个面孔 不过那面孔 谁也看不清具体是什么模样 而在那黑影旁边 林霄赫然见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额头轻轻直跳了起来 风渊 第1896章降为亡灵稀动苍天 胡悦己人也是满是惊骇 半步五地站立的风渊 竟然也出现在了鬼船上 风渊 已经死了 掉落向黑江里去了 而此时 数十万人 几乎都要出现在了那一艘艘鬼船上 只有少数人 还立在了虚空 悠悠知名吸烈鬼哭 降为亡灵稀动苍天 那黑影缓缓开口 一道悠悠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此时 林霄已是见到 先前动手的很多半步五地和准地老者 已经出现在了那些鬼船上 有几具身体 开始掉落向了江面 怎么办 林霄脑海快速转着 几十万人都死了 风渊也死了 进鬼船了 如果这样下去 南木林会死 修罗屠夫会死 胡悦也会死 他也会死 可是 他体内的力量 也运转不出来 他体内的天眼 也没有丝毫作用 这一次 天眼失灵了 而在那黑影化雨落下之后 林霄只感觉到 他体内的生机 开始消失了起来 身上 开始有死气生出 林霄双拳紧紧握了起来 强行运转圣元空间 强行催动着灵能 然而 都无法阻挡住 生机的消失 死气的生出 一股浓浓的死亡危机 在林霄心中生出 而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那修长黑影旁边的 黑影风渊突然开口了 道 鬼船不拉活人 有名避者 可入鬼船 有白避者 可避入阴明 说着 风渊黑影手中一挥 一道白色符传般的东西出现 化成了一股能量 消散在了虚空中 下一刻 林霄只感觉有一股力量 作用在了他身上 紧接着 他的身体 仿佛被什么力量 猛推了出来一般 整个身体远远到飞而去 那黑江河一松松 向下游流去的鬼船 顿时间就消失在了 他的视线之中 而那鬼哭牙 还在他的视线之中 就跟之前一般 周围的场景跟出现 黑江之前 丝毫没有变化 那里被轰成了废墟 那里还是那个废墟 连有毁坏的地方 也完好如初 只是 除了胡悦三人 还有白楚 以及另外两名青年 和三名老者 其他二三十万人 都不见了 其尸体都没有留下 而风渊 也不见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了 林霄都不由一阵后怕 看了看旁边的胡悦三人 心中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好在 他们都没事 只不过 风渊已经消失了 进入到了鬼船内 是他救了我们 旧罗屠夫也说道 林霄几人也明白 若非那黑影风渊 取出了什么白笔 他们恐怕也要进入鬼船了 风渊应该 不是死了 而是修炼特殊力量 或者身体的原因 进入了鬼船的榜 林霄也估謀不定的说道 风渊出现在鬼船上 按理说 应该是死了 身体掉入到了那黑江内 可是 如果死了 风渊又怎么会 取出什么白笔 将他们救出来 而风渊最后一句话 也让得林霄都想不明白 风渊似乎知晓那黑江 竟然知晓鬼船不拉活人 有冥币者 可入鬼船 有白笔者 可必入阴明的情况 而且 风渊手中 还有一枚白笔 生死 便看他的造化吧 蓝木林探道 林霄几人也点了点头 那黑江太过恐怖了 他们也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难怪之前 那白云城老者说起这个地方 会那般惊恐了 想来 数百年前 也有可能出现过这种情况吧 林霄感叹道 那老者 可能是幸存者 可惜 说到鬼哭牙 他便会突然失去记忆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说着 林霄又将目光 朝着另外三名青年 和三名老者看了过去 其中 便是有白楚 而另外两名青年 还有两名老者 手中都有一朵亡灵花 这些人的实力 都在准地级别 只有其中一名老者 手中没有亡灵花 而此时 对方也如同他们一样 震惊于那黑江的一幕 而后 六人又将目光 朝着他们看了过来 没有死正好 那东西 就不会销毁了 白楚双目中 绽放出了两道亮光 对着几人道 各位 不管你们什么来头 一起动手 把他们解决了 那东西 我们一人分一朵 另两名青年 和三名准地老者 点头同意 先把四人打败 将东西抢过来再说 至于一人分几朵 那就另一回事了 动手 旁边 另一名黑衣青年 冷喝一声 身上半步五地释放 顿时朝着林霄四人 冲了过来 还有一名青衣青年 身上 同样也有着半步五地气息 加上白楚 三名青年半步五地 这让得林霄都有些吃惊 白楚是弟子 白帝的清传弟子 另外两个家伙 又是什么人物 那就看看 谁抢谁 动手 说着 林霄体内 已经运转起了天魔掌 天魔掌 每次施展 几乎是抽尽他的原力 战力相当恐怖 既然先前去抢王林花的原因 都聚集在了一方 他这一击 几乎同时涵盖对方所有人 而如今他的七重五圣元力力量 比之一般的准帝都还要强横上一些 直接施展出最为恐怖的天魔掌 或者能够直接重创对手 当然 如果可以 林霄也希望直接施展吞天巨灵止 把一群人炸了 只不过 距离太近 他们也被会波及 施展了天魔掌 是对付六人最有力的攻击 否则的话 六人都是准地战力 而他们只有四人 只有他和胡越达到了准地战力 打起来 他们并不占优势 本来 林霄也不准备出手的 毕竟 这里刚刚还生出了黑江鬼传纳般恐怖的事情 以免再遭惹出什么麻烦来 可是 对方要动手 他也没办法 只能施展出最强横的攻击 然后第一时间解决对手 如果一下子难以解决的话 那便第一时间跑路 在林霄运转天魔掌之时 他的丹田空间圣源之中 滚滚魔源涌动了起来 九优魔区三优境界也不由自主地运转 被抽动了起来 无尽的魔源之力 在他体内汹涌澎湃 林霄的体表 变得漆黑了起来 滔天的魔气自他体表透发而出 犹如滚滚跳动的魔艳一般 这一刻 林霄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尊真魔 碧尼八方 第1897章白地 空 林霄一掌轰拍而出 天摇地动 整片天地顿时又变得黑暗了下来 无尽的黑暗瞬间笼罩而出 月光都无法照进来 如同变成人间地狱 滔天的魔气瞬间汹涌澎湃而出 犹如汪洋大海 像十方天地自似 鬼天灭地般的魔属性力量 自林霄掌中爆发而出 凝聚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色魔掌 席卷起无边无尽的魔气 向着六人轰拍而去 与此同时 在那魔掌后方 三色能量手掌 散发着光芒 紧随着那手掌向前攻击而去 而林霄两侧 胡月一剑批斩出了 如同一个弯月般的剑芒 剑芒威力惊天 在后方又照亮四方 丘罗屠夫 则是批出了一道巨大的刀芒 煞气滚滚 黑暗笼罩一方 栏目灵身上光滑大亮 一掌拍出 神圣力量凝聚成的掌力 也是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向前方一人所在的方向轰拍而去 刺人五股力量 恐怖无比 尤其那魔掌 对面的六人 神色皆大变了起来 连忙施展出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一道道璀璨的刀芒剑芒 携带着强大的准地力量 向林霄四人的力量阻挡了过去 空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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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轰鸿巨响 翻江倒海般的气浪爆发而出 两方力量对轰的中间 瞬间化成了一片能量的海洋 在所有力量对积之后 那滔天的能量气浪 全部朝着白楚六人倾泻了而去 六人被那恐怖的能量波及 口中纷纷大吐鲜血 浑身上下血肉模糊了起来 而另一边 见得能量气浪一边倒的情形 蓝木林修罗屠夫和胡粤不由大惊 对方有六名准地力量 竟然是他们占据优势 他们也知晓 自己的力量有多少 能够扳倒这局势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林霄那一掌的威力 那一掌 太过恐怖了 如果一对一 林霄那一掌 极有可能 一掌就能够把一名准地拍死 林霄自己也有些诧异 这天魔掌 果然威力强大 哪怕到了七重五胜修为 准地战力 他的元力 还是被抽空了 好在 他们完全占据上风 威力全轰在对手上 这一击下去 对方哪怕没有被轰死 恐怕也重创了 而他 元力被消耗尽了 但还有半步武帝级别的灵力 江树没补充元力的扔入嘴中 林霄便是向前冲去 他没有在做跑路的打算 而是准备把六人干掉 把另外五朵亡灵花也抢过来 林霄一动 胡跃三人 也跟着动身 向前暴掠而去 能量还未完全散去 林霄四人 便是向着前方冲入那还剩下的七浪当中 冲向了被阵飞到数千里外的六人 六人分散 不过以林霄几人的目力 还能够分得清楚 六人身上 都浑身是血 气息萎靡 很显然 都受了重创 林霄身形一略 顿时向着那白楚冲了过去 白楚是五帝清传弟子 既然都已经得罪了 那便要杀人灭口才行 否则的话 在白帝谷范围 恐怕他们又要遭到白帝的追杀 到时候 他们恐怕在劫难逃 停手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淡漠 却充满无尽威严的声音响起 极度恐怖的威压 顿时笼罩整片区域 林霄和胡跃几人 顿时都感觉行动艰难了起来 五帝 林霄额头青筋一跳 五帝 竟然有五帝强者前来了 五帝强者 哪怕他拥有打败准帝的实力 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五帝和五帝之下 天差地别 师尊 这时 重创在地白楚 脸上露着复杂之色 他师尊来了 他便解除了生死危机 然而 他是五帝清传 却要被一群青年打败 这面子丢大了 他都有些没有颜面面对他师尊 师 犹如顺于一般 一道伟岸的身影 顿时出现在了白楚与林霄等人 所在位置的中间虚空中 那是一道身穿白衣的男子 头上白发飘逸 脸上却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 静腻白皙 一尘不染 他手中持着一幅折扇 轻轻扇动 身上偏偏白衣也随风舞动 气息收敛 神情平静 不过却给人于一种欲顶礼膜拜之感 他整个人立在那里 就仿佛盖压着整片天地一般 白帝 林霄几人心筋肉战 本来 林霄还打算着将白楚等人灭口 以免与白帝骨结仇 将白帝引出来 哪里想到 白帝直接就出现在了这里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到了 白帝的目光在林霄四人身上扫了扫 然后又在林霄身上打亮了一番 但莫帝开口道 你拜在他手中不冤 很显然 这话是说给白楚听的 白楚心头不由一震 他拜在对方手中不冤 随即 白帝的目光 又看向了另一旁 也是受伤在地另两名青年 到 清帝的清传弟子 巨乙族天才 也来了 白楚心头在京 其中一名青衣青年 他有所猜测 是清帝山的人 因为之前对方说过这几名青年不是清帝山的人马 而另外一名黑衣青年 竟然是一种巨乙族天才化形而成的 他竟然一点都没看出来 秋 这时 那名黑衣青年 手中捏碎了什么 一道黑光将其笼罩 顿时席卷着他向天际暴射而去 不过 只见白帝手指一点 一道光芒积射而过 积射在了那黑光上 只听得砰 这一声 那黑光笼罩的青年 顿时化成了一片血雾 林霄己人心头在京 五帝之力 太过可怕了 哪怕准地力量 动用了手段逃走 对方随意一击 便能够轻易击杀 也就是说 哪怕他们动用虚天凤意 打入大量高品丹药 也没有一丝可能逃走 见过白帝前辈 这时另三名准地老者和另一名青衣青年也经据地形大礼道 尤其是三名准地老者 他们不是依附青帝或者白帝的势力 根本没有什么后台撑腰 白帝要杀人灭口的话 不过是动一动手指的事情 那青衣青年 则是青帝的清传弟子 多多少少 白帝也会给青帝面子 据乙族威胁整个东荒人族 人族强者越多 自然越有力 放心 我不会对你们动手 白帝淡淡地说道 多谢白帝前辈 几人连忙道 心中皆暗暗松了一口气 白帝没有再理会几人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林霄四人 第1898章两大势力的谋划 你们也是人族 我也不会动手 一江城 万捕窟 争夺机缘 是每一个舞者 走向舞蹈巅峰必经之徒 我徒弟败在你们手中 是他自己实力不济 哪怕是来晚一步 他被你们杀死了 也一样 白帝语气平和地说道 闻言 白楚心头一震 林霄四人 心头也纷纷震惊 这白帝 心境果然非比寻常 徒弟都差点毕命在他们手中了 竟然也不对他们动手 同时 他们心中 也纷纷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白帝有拥有广阔的胸襟 不然的话 他们可就危险了 多谢白帝前辈宽宏大量 前辈胸襟 我等佩服 林霄对着白帝行了个大礼 胡跃几人 也纷纷失礼 几位都是难得的天才 若不嫌弃 就去一趟我白帝鼓吧 或许 能够让你们有些收获 白帝说着 又扭头看向了远处的鬼哭牙 道 这个地方 连我都看不透 还是不动为妙 前辈说的是 林霄连忙点头道 他们能拒绝吗 简然不能 白帝连给他们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哪怕他们不想去 也得去 至于那鬼哭牙 确实很恐怖 那恐怖的力量 恐怕都不弱于武力 力量诡异 若是先前白帝前来 都不知道能不能招架得住 毕竟 那种诡异威能 可不是对称性的 有力量也会让人无处使 白帝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这道声音很低沉 但是却蕴含着强大的威严 听得这道声音 林霄额头青筋力时就跳了起来 传出这声音之人 赫然正是亲帝 亲帝 竟然也来了这里 其话音一落 果然有一个身穿青袍的强者 顿时出现在了这片虚空中 这名强者一副中年人的模样 不过却脸色古朴 神态老臣 让人有种活了几千年般的感觉 中年人身上 并没有任何气息 却给人与一种灵魂战力之感 不怒自威 浑然天成 此人 赫然正是亲帝 望着那亲帝的面旁 林霄心中也一阵震惊 五帝 果然没有那么好打败的 哪怕那拥有五帝战力的交面人 都不能拿亲帝怎么样 亲帝仍旧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这里 师尊 这时 那青衣青年连忙说道 亲帝摆了白手 对于那青衣青年现在的模样 显然很是不满意 亲帝 你也来了 白帝问道 但语气之中 并没有任何诧异的意思 亲帝没有回答白帝的问话 而是直接说道 老朋友了 也不满你说 在我亲帝山东部 出现了大动静 虚空裂开 与另外一个世界接壤在了一起 另一方世界 这时 哪怕是向来面色平静的白帝 都露出了诧异之色 另一方世界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乃至 是震动整个古界的事情 不过 既然出了这种大事情 亲帝也不至于不急不忙来这里找他闲聊吧 没错 甚至那个世界如何 我都不太清楚 两界队接重叠在一起 里面有五帝战力的火死人打了进来 连我都不是他对手 亲帝如实说道 若非那是火死人 恐怕 连我都不能够轻易脱身 文言 青衣青年一阵震惊 那是什么样的世界 竟然还有人能够将他失尊都逼退 能够逼退你的火死人 白帝一阵诧异 亲帝点点头道 死了 没有意识 靠特殊的方法 肉身活下来 把肉身修炼到了极强 那方世界有这种特殊的地方 你还有闲心钱来这里 白帝反问道 亲帝摇了摇头 道 那方世界 连地缘都没有 若非一些古地禁地 恐怕没什么巨大机缘 我已经派其他人进入其中 不及于一时 至于那闯进来的火死人 似乎只按照其目标形式 已经消失了 对于我们来说 并没有太大威胁 亲帝平静地说道 现在 威胁最大的 还是乙帝 树妖已经同意 对付乙帝了 树妖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与他联手 恐怕 不会有好的结果 白帝道 亲帝在摇头 目光看向了林霄四人 或许你还不知道 他们的来历 他们的来历 白帝差异的目光 也看向了林霄四人 他们就是从那方世界进入这里的 亲帝说着 指向了林霄 道 他是古族 林族之人 林族 白帝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看向林霄的目光 都变了起来 没想到 那方世界 竟然还有古族之人 看来 那方世界 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们两方联手 先对付乙帝 再前往那个世界 否则 一旦我们离开 乙帝便会把我们这片区域扫平了 亲帝说道 有林族在 树妖的后患 便可以解除 白帝没有回应 而是问道 树妖何时动手 我又与他见了一面 亲帝道 半个月内动手 既然如此 那半个月后见吧 说着 白帝在看向林霄四人 道 己未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们 树妖的事情 只需要林族小友帮个忙 听得亲帝和白帝的话 林霄心中满是震惊 巨乙族 果然也有五帝强者 他们之前闯的那片空巢 定然还不是巨乙族的老巢 而亲帝和白帝 想要连手术妖对付乙帝 从两人的口中 也差不多可以猜测到 亲帝和白帝 对那术妖也非常忌惮 似乎 生怕树妖耍什么手段 而要用他这个林族 去作为后手 当然 林霄也知道 对方想要用他的血液 压制树妖 甚至都不惜他的性命 现在 他忽然想起之前 树妖跟他说过的话了 亲帝和白帝不可信 虽然 白帝明面上说不伤害他 只需要他帮忙 但 到了那个时候 谁会清楚 两人为了对付树妖 会不会直接要了他的命 而那树妖也不简单 似乎见到了他之后 就想到了他可能会被 亲帝和白帝利用的事情 林霄也在暗暗掂量 到时候 是不是可以联手树妖 反班两人 不过 那树妖 恐怕也靠不住 而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根本没有选择 两名五帝在这里 怎么处理 都只能任由两人做决定 五帝的事情 他还插不上手 现在 既然白帝还没有明确撕破脸皮 他也不能明面上跟两人撕破脸皮了 白帝 我们争斗这么多年 你我都清楚 你带走他 对我并不利 这时 亲帝却说到 林霄眉头一皱 白帝还好说话 如果落入亲帝手中 恐怕更危险了 第1899章混沌鸿蒙地藏 白帝却摇了摇头 道 亲帝 我们争斗这么多年 结果 让外来的巨乙族占据了好处 而且 这个世界还很广阔 甚至还有另一个世界接口出现 我们两人 完全没有再斗下去的必要 你手段太激进 你带走他 恐怕没有什么好处 文言 亲帝面色不动 亲帝道 不带走他也可以 不过 他们四人皆是从那个世界前来的 我需要带走两人 林霄眉头一跳 之前 亲帝便想要胡岳拜师 亲帝 定然是想要将胡岳带走 可以 白帝点了点头 四人他全部带走 也说不过去 白帝前辈 束腰的事情 晚辈能够帮上的忙 定然会全力以赴 林霄拉向胡岳的小手说道 只是 他是我的女人 我不能和他分开 亲帝想要胡岳 他只能站出来开口 这对于南木林和修罗屠夫来说 虽然很不公平 毕竟 白帝这里 比亲帝那边安全的多 但 这也是他没有办法的选择 被林霄拉着手这么说 胡岳心头不禁颤了颤 莫名的感动 好 白帝点头答应 然后看向了地面上的白楚 道 我们走 说吧 白帝身上散发出一股气息 将白楚席卷了起来 然后席卷着林霄和胡岳 向天际暴掠而去 与此同时 林霄对着南木林和修罗屠夫神识传音道 对不住了 要学会变通 你们一定要活着 说吧 林霄挤人的身影 便是消失在了这片天际 见得白帝席卷着林霄两人离开 清帝眉头立时就皱了起来 不过既然到了这个份上 他也总不能攻击白帝 从白帝手中抢人 此时 清帝将目光朝着那三名准地老者看了过去 今天的事情 你们也听到了吧 三名准地老者心头一颤 其中一人连忙道 清帝前辈放心 巨乙族是我们人族祸害 今日之事 我们绝不会传出半句 我们敢以性命保证 绝不敢触犯清帝山河白帝谷的威严 我们愿以全部力量 对付巨乙族 另两名准地老者也说道 然而 清帝只是淡墨帝伸手一弹 三道细小的光芒 顿时便是朝着三人击射了过去 砰 砰 砰 灾人的身体顿时变化成了血雾 清帝叹息的声音也当即想了起来 死人更可信 见状 南木林和修罗屠夫心头皆是一跳 这清帝果然很辣 讲到林霄之前所说的话 南木林连忙拱手拜礼道 晚辈南木林见过清帝前辈 晚辈修罗屠夫见过清帝前辈 将来不服输的修罗屠夫此时也拱手道 没办法 对方是五帝强者 完全无法立抗 无法逃走 只有活下来 以后才有希望把对方扳倒 他们也相信 只要给他们时间 给林霄时间 将来 他们也能够立抗五帝 尤其是林霄 林霄七重五胜就拥有比一般准地还要强的力量 不用突破五帝境界 只要林霄能够达到了五胜境界的巅峰 就有机会能够抗衡五帝 到时候 只要他们还活着 便有希望从清帝手中逃脱出来 环算十项 清帝淡漠地说道 随即 将那三名准地的储物界收起后 清帝席卷着清衣清年 以及修罗屠夫和南木林两人 向天际暴掠而去 七边方向 白帝席卷着林霄胡越和白楚三人 以极快的速度 前往了另一个传送阵 然后再从传送阵 前往白帝谷 虽然五帝的速度也极快 跟小型的传送阵也差不了多少了 但 与大型的传送阵相比 还差上不少 通过大型传送阵 能够减少不少时间 而且 白帝谷的范围 也实在太大了 灾日之后 林霄和胡越 方才被白帝席卷着 来到了白帝谷 白帝谷 方圆万里 云雾缭绕 灵气阴晕 连帝源都不知道 比其他地方浓郁上了多少倍 一进入其中 胡越都隐隐觉得 能够靠这些帝源灵气 再突破一重境界般的感觉 林霄也能够感受到 烈化这些帝源 哪怕不能够让他一下子突破 也能够让他提升不少实力 若是时间长了 光靠炼化这些帝源灵气 都能够直接突破 无需任何丹药 讲来 这也是白帝谷 能够培养出白楚 这样的弟子天才原因之一 而白帝谷极为特殊的地方 就是那些树木了 方圆万里的花草树木 并非是特殊的种类 树木大小形状 跟外界都差不多 只不过 这些花草树木 全是白色的 就仿佛 进入到了一片白色的世界当中一般 极为的奇特 在进入白帝谷范围 白帝故意放慢了速度 似乎是故意想让林霄两人感受一下 这里面的情形 而在白帝谷的外围 也有人把守着 不过 见的是白帝本尊 没有任何人敢上前阻拦 这白帝谷 是我当年成帝的地方 白帝不紧不慢地对着林霄两人说道 我开辟地藏 混沌鸿蒙地藏之时 我的白燕体质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影响了整片区域 方圆万里的花草树木 都融入了白燕属性的地缘 哪怕土质 也发生了变化 整片区域的地缘 都变得极为浓郁 对于任何进入这片区域的人来说 都有着巨大的用处 在里面修炼 比在外围修炼快了数倍 白帝几句简单的话 让得林霄两人心头一阵吃惊 成帝之时 体质发生的变化 影响了方圆万里的区域 这方圆万里的花草树木 乃至土质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也太过恐怖了吧 五帝 果然是非比寻常的境界 一招成帝 便能够影响方圆万里的地方 能够择服后世修炼之人 而白帝的白燕体质 恐怕也会极为的恐怖 这可能就是白帝之名的由来 棍盾鸿蒙地藏 是什么地藏 林霄又极为不解的问道 哪怕吞天灵地 也只是灵力成帝 并非原力成帝 五帝境界的事情 吞天灵地都不知晓 或者说 关于五帝的事情 吞天灵地的记忆 已经全部被抹除了 他也不清楚地藏 是否还有什么分类 不过这混沌鸿蒙地藏 听起来倒是极为的恐怖 而对此 白帝却是摇了摇头 第1900章九大地藏 开地门 替地藏 方程五帝 白帝解释说道 而地藏 则有九个 相应九重五帝修为 第一个地藏 便是混沌鸿蒙地藏 每个人都是如此 第二个地藏 青天灼地地藏 第三个地藏 山川树木地藏 第四个地藏 江河湖海地藏 第五个 日月星辰地藏 第六个 风雨雷电 第七个 春夏秋冬 第八个 昼夜更替 第九个 生死幻灭 五帝最强的攻击 便是地藏攻击 施展出力量之时 会将地藏显化 听得白帝的话 林霄也满是吃惊 原来那混沌鸿蒙地藏 是五帝开辟出来的第一座地藏 而并非是白帝拥有的特殊天赋 五帝九重 便有九个地藏 攻击之时 还会显化 这地藏显化 林霄也只能想象 究竟如何 恐怕也只能见到五帝施展的时候 才能够清楚了 当然 这地藏 只是相对人族而言 兽族 兽族就是另一番修炼体系了 白帝一边席卷着林霄几人飞行 一边说道 那树腰的战力 也相当于五帝一重 不过 那树腰本是很强 很难杀死 是清帝为了对付数量庞大的巨蚁族 才把那树腰吸引进东荒这片区域 树腰和巨蚁族 都是通过吞食提高实力 树腰和蚁帝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这也是清帝有信心将树腰吸引进来的原因 白帝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道 以帝也不弱 哪怕我和清帝联手 都难以将他彻底击杀 但若是加上树腰 就有了七八成的把握 对此 林霄也能够明白 达到了五帝境界 实力太过强大了 保命手段更是强大 哪怕是两名三名同阶五帝联手 恐怕都难以将其杀死 不过这树腰太难缠 一旦将蚁帝铲除了 恐怕会对我们动手 白帝接着说道 面对树腰 我们也没有胜算 而如果让他吞噬了蚁帝 还有巨蚁族其他人马 他的实力会有巨大的提升 到时候 清帝山和白帝谷 都会处在他的威胁之中 因此 我们需要你帮忙 你是林族之人 林族被称为森林之子 身上的血液对树腰有着极大的克制 也就是说 到时候 我们需要你的鲜血 对付树腰 当然 你也不必担心 我们会有分寸 不会要了你的性命 只不过 需要你放多一些鲜血 文言 虽然知晓这其中原因 林霄心中还是颇为不快 这树腰拥有五帝战力 要用他的血液去对付 那血量 又需要多少 对方虽说不要他性命 但危险时刻 为了杀死树腰 对方岂会顾及他一个毫不相干之人的性命 当然 这对你会很不公平 不过 为了顾全大局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白帝又平静地说道 你也可以不服气 不过 武道世界 强者为尊 除非你拥有抗衡我们的实力 否则 此事 也无法改变 林霄道也佩服这白帝 说得如此直接明了 不过 对方是五帝强者 想来 应该也无视他这个天才了 能够成为五帝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矿谷绝金的天才 对此 他也没法反驳 相反 只得客客气气感恩戴德 白帝前辈不杀晚辈 已经是对晚辈的大恩大德 林霄连忙对着白帝拱手道 现在他没有抗衡武帝的底牌 只能隐忍 虽然 对方也跟他们好好说话 不过林霄也很清楚 一个武帝 一个非武帝 他们明显不是站在同一级别的身份上说话 就连旁边的白帝清传弟子白楚 半天了 都没敢插一句话 白帝点了点头 将两枚丹药递出了出来 道 这是两枚冲击修为的天雷节丹药 算是给你们的一点点补偿吧 见得这两枚丹药 哪怕是旁边的白楚 双目都不由大亮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 不 林霄心中都不由一阵诧异 这白帝 竟然这么干脆 直接给他们两枚冲击修为的天雷节丹药 要知道 这可是没有达到了半步武帝修为的所有武者 都要争得投破血流的八品高级丹药 哪怕半步武帝准地 都可以靠着丹药提升实力 借过白帝前辈 林霄和胡月连忙齐齐败谢道 突然修为的丹药 不拿白不拿 对于拿出丹药的事 白帝丝毫不在意 对着两人微微点了点头 与其平淡地道 对于树妖之事 您也无需多虑 你们林族 与树妖一族 本来就是天生的敌人 听说 当然你们林族的落眉 就是为了对付一个树妖 此事 林霄早便听树妖说过 而此时 林霄的目光 又微微亮了起来 当即询问道 白帝前辈 可否知晓 我们林族县如今可还存在 如果还尚在 他们又在哪个地方 实际上 他已经从树妖口中听的 古界还有林族 树妖也知道林族在哪里 只是 树妖没有说出到底在哪里 或许 可以从白帝口中 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本来 他也没有太在意林族之事 不过现在 毕竟他没有什么五地靠山 若是能够找到林族的话 或许 还能够暂时投靠一下林族 虽然洛梅 但毕竟是古族 应该还有一些根基 或者机缘留下来的吧 同时 他也很想看看 这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古族 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虽然洛梅 但应该还没有灭亡 不过 听说在遥远的南陵 白帝回答道 南陵 林霄不解 古界 分为五大块区域 中土 东荒 西陵 北园 南陵 白帝介绍说道 每一块区域 都浩大无比 哪怕是五地 除非进入传送阵 恐怕耗尽一生 都无法行遍整个古界 而这里 也只不过是东荒 东部的一片地方 林霄顿时震惊了 连五地 都无法行遍整个古界吗 这个古界 究竟有多浩大 那他若想去南陵 恐怕 都不知道 要多长时间 现在 林霄突然想起了 马币的败战台了 要有马币在就好了 再远的地方 只要有足够的 单药灵食 只要马币 实力再强一些 哪怕消耗点时间 应该都能够达到 不知道这古界 还有多少古足 随即 林霄又不由好奇地问道 好奇地问道